收移民潮的影響 全港中小學生的數目都少了 根據教育局最新的數據推算 2022至2023學年的學生數目 比起上一個學年 流失了大約27,000個中小學生 流失率大約是4% 我們比較了兩個年度同一批學生的總數 2021年9月 一共有大約67萬幼稚園高班 小學和中一至中五的學生入學 另一批學生去到2022年9月 已經剩下大約65萬人 換言之有大約27,000個學生 在這一年間離開了學校 流失率升到4% 比上一個年度的3.64% 增加大約0.36% 翻查資料 中學學生的流失率比較多 一年之間已經有15,000個中學生離開了 流失率大約是4.56% 中五學生就走得最多 有大約4,000人離開 而小學都有12,000個學生走了 小五、小六兩個級 離開的人數都超過3,000人